被人的尿 不是 它就是尿斗裡面全部的尿堵塞 然後它就把它喝掉 哇 那你 你越喝也不要磕頭 那你打嗝的是什麼味道 喔 難過真的 我那時候有人問我說 那你當時候的心情呢 會不會很想哭 我說我一點都不想哭 因為我覺得好像 嚇到了 沒有 我覺得我 我也很想問像精神科醫師 我那時候覺得我好像 在空中 空中看著我自己 解禮 解禮 因為那太痛苦 對 這種心理防衛有機 然後一直 你覺得蹲在那邊喝尿那個不是他 對 不是我 他只是在看別人做這個事情 因為他沒有這樣子解禮 他沒有辦法去承受 面對那個事情 我從小就12年一直被打 因為身體很矮小嘛 家人也知道嗎 身體很差 不敢跟爸媽講 然後呢 因為在我們那個年代 你講就是死跟慘死 哪個年代 我是 我今年45歲 所以 大概1983年到1997年 是我高中的死漢 不要講那個年代 現在很多小孩在學校被霸凌 也不敢講 霸凌永遠都在 那什麼時候翻轉的 我一直後來考上實踐 然後 考上實踐的服裝設計才發現 哇 這個學校好棒喔 原來 你只要有一點點才華 在在上很多的努力 你就可以有 你就可以得到很多人的注目 然後到大學 就沒有人有空霸凌呢 因為那時候就開始就 變得很有錢 為什麼 因為就開始開了一個公司 然後開始賺錢 然後炒房地產 炒房地產 炒房地產 趕買房子啊 你大一 大一就買房子啊 你大一就開公司啊 對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覺得我在 過去的12年都是Nobody 然後呢 突然發現我到了實踐 那個時候因為實踐 男生很少 我是第四肩的男生 然後當然又有一點點小小的那個 老師又很挺我們 設計天分 不敢 但是就 所以老師都很幫忙 所以我就覺得 那時候很想要變成一個 賞房地 就這樣子 你第一個房子 花了多少錢買的 五百多萬 哇 Cash的啊 現金 我直接拿現金出來買 你自己賺的啊 對 賣血啊 賣血那太矮了 所以那個 就回頭看那些霸凌你的人 搞不好都被他幹嘛 你已經買房子了 但我那時候沒有想到 我都覺得那個時候 那個被霸凌的那段時間 好像是不存在的 對 一定 對 還是解禮嘛 對 是嗎 我一直很 我想說今天正好來問問 心神科醫師 當時我的想法是什麼 對啊 那就是一種心理防衛的技術 不然你那時候沒有辦法 承受那些痛苦 那有點像你自我在保護 對 我覺得好像我在空中喔 但這樣看著我自己 對 然後一直到了 高中賭哪裡啊 可以講嗎 當然啊 有仇不報分 現在這個學校很好了 基隆高中 基隆高中 對 在當時候 同學是哪一個 名字講出來 就可以找出來 我已經忘記名字了 忘了喔 你真的嘴裡了 因為成績太差 所以我高中的時候 高一就讀了兩年 就留級 因為那時候 而且那時候我家住中和 所以北連是考不上的 才會去考當時候的桃連 如果考年又考不上 只能考基隆 基隆就有一所學校 就去基隆高中 所以我其他都考不上 所以你要一大早出門上課 四點半要起床 五點一定要坐上車 不然就到不了 就到不了學校 走基隆路走百歲 而且那時候 對 經常遲到 然後呢 沒敢遲到 絕對不敢遲到 所以一定要 每一天你一定要坐上五點的車子 你只要晚下一班 那就坐不上 然後呢 我們以前是按照學分數 排那個號碼 排學號 排學號 所以我那時候很興奮說 哇 沒有人比我更後面耶 因為那時候 正取是360分 背取300分 我考300.5分 然後我就跟老師講說 沒有人比我更後面 然後我老師說 你知道嗎 你是孫三 我說孫三什麼意思 名落孫三 名落孫三就是沒有上 孫三就是最後一名 對 我剛剛 我一開始還聽不懂 這個成語是什麼 對 我是孫三 原來我是最好 我剛剛學校那時候安排有夠敗 那所以這樣子的 就用分數去讓大家 就馬上知道你的分數 已經貼上標籤 所以等於說 你撐過那個霸凌的12年 到大學 人生是無限的光明 所以我覺得都好 很爽 這邊可以這樣講嗎 可以 可以啊 很爽 真的很爽 那時候女朋友一個換一個 如果用拿現在做 他們就說 那如果講你以前的生活像什麼 我就說 李宗睿這樣可以比例嗎 李宗睿 李宗睿現在被叛幾十年了 李宗睿的那種生活 對 用那種生活在過生活 但是其實當你很有錢的時候 或者是 我那時候還安排自己 要有一點文化氣息 所以我每個禮拜都會去看一場秀 聽一場音樂會去故宮 故宮平均每三個月換一次展覽 我都可以看得出來 然後 但是卻沒有辦法 我就形式裡排得滿滿的 可是很空虛 反而變得更空虛 因為我剛聽到醫師說他是基督徒 我就可以非常體會 你為什麼很空虛呢 你那麼喜歡文化的藝術的氣息 可是你好像填不滿 你好像形式裡排得很滿 但是你心中有一個空虛感 是永遠東西 因為你排的形式裡 只是為了填滿你的時間 並不是你真正喜歡那個事情 應該這樣講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好像就 好像並沒有得到滿足 然後一直到有一天 我到了學校 我同學就說 我覺得你全身同臭味 你應該做點有意義的事 我就說什麼叫做有意義的事 你到底有多同臭 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應該很有文化氣息 然後就做有意義的事情 然後呢 可是我那時候聽不懂 因為我從來第一次聽到這兩個字 我就說什麼叫做 以前叫義工嘛 當義工 我說什麼叫義工 他說去當那個陽明山衛理服員 去當那個小隊服 我就說 那去幹嘛咧 他說 我說多久 他說三天 因為這本書有特別講到 我一開始的那個故事 然後我就說 三天整整72小時 我印象很深刻 我還回答說 哇 那對方應該要付我 十萬塊錢酬勞 應該是那個價值 對 然後我的同學說 不 你要付錢給人家 我說哇塞 什麼爛工作 我去幫忙還要付錢 他說 志工活動叫三貼活動 貼人貼錢貼時間 然後 我說多少錢 他說六百塊 我說我沒有辦法接受 對啊 然後一聽因為 去幫忙的 就陪伴那個孩子 就是 是一群國中生 來參加活動的那群國中生 要點本事才可以參加 對 就礦課滿兩百節以上 才可以來參加 對 不是普通人物 就是當年 霸凌我的那一群 不是那一群人 是那一類的人 所以我一開始就很反彈說 我不可能陪這些孩子 可是我最後還是去了 為什麼 因為我同學幫我付了錢 六百 對 我到現在還沒有掏錢 給那個基金會 付六百 然後幫你帶去 他們有帶我去啊 他叫我自己上去 他們有去 那你去的時候呢 我去的時候度日如年 每天以淚洗面 因為我覺得 哇塞 如果上帝有創造最失敗的生物 應該就他們了 對啊 他們有多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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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們好像有夢想 我們有夢想 他們最深夢史 然後談哲學 談音樂 他們都不知道 我想說怎麼這 多大的孩子 就是國中生 他們都是國中生 然後 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每一次坐下來 然後他們就跑掉了 這個就跑掉了 我就把另外一個追回來 一個追回來 另外一個跑掉了 然後那個時候 大會分過五個猴子 五個孩子 對不起 對 然後我每天在山裡頭找孩子 然後我打電話跟我同學說 你說參加這個活動很輕鬆啊 看你故意故意 我看你用真 我說我每天都在山裡頭找孩子 我覺得好痛苦喔 他說你再等等 再等等就會看到奇蹟的出現 我說最好有奇蹟 然後 營隊很快就結束以後 我滿腦子都是那個孩子的領相 就有一個聲音對我說 永江你要照顧他們三天 還是照顧他們三十年 我回應了那個聲音 再講一次 然後他說 你願意照顧那些孩子三天 還是願意照顧那些孩子三十年 然後呢 然後我就回應了那個聲音 你的回應是 我願意 照顧他們三十年 照顧他們三十年 所以他剛剛在講的時候 我非常沒有體會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對啊 上帝會來了 所以你下山之後還是 馬子照炮 舞照跳 是 然後只好兩年後 我收到的一封信 就是營隊裡面有一個孩子 就那三天的那個 其中的一個孩子 一個孩子 那三天就跟你有感覺了喔 我對他沒感覺 對啊 但是營隊的最後一個 倒數的 就第二天 我們有一個大地遊戲 然後打水球 然後我就覺得 以後辦活動千萬不要打水球 因為那個大會準備了兩萬顆水球 二十分鐘都在我們身上 然後打完水球 滿地都是氣球渣渣 我們不敢叫他們撿啊 所以都是我們撿 輔導員從下午四點 一路撿到晚上九點 撿都撿不完 那為什麼不叫他們撿呢 你敢叫嗎 蛤 會被打啊 肯定啊 所以我們都不敢叫 我們都自己撿 撿完以後呢 到最後一天的時候 有一個桃園的角頭 就從宿舍裡面走出來 大家都已經集合要怎麼回家 他一個人慢慢的走出來 他走過操場做了一個動作 他蹲下去 從地上尖騎一個氣球渣渣 放在口袋裡 我就覺得 這個人 我應該要為他做什麼事 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當時沒學過 然後我就跑去跟營長講 然後營長是一個少年隊 退休下來的 190公分高 200多公斤的胖子 對不起 壯汗 對 中氣十足 然後之後他就站在門口 聽到我就站在門口 說那個誰誰誰 叫我過來 我說這是什麼輔導學啊 然後我第一次看到一個青少年 臉色發白在那時候 他臉色發白快速的跑過操場 跑到那一個人的旁邊 你說那個角頭 那個角頭 其實他也是一個小孩啦 對 他其實是一個小孩 國中生 雖然叫角頭 但是是個小孩 就國中生 國中一年級的學生 他牽指他的手 就走到舞台上 叫他安靜 給這個人掌聲鼓勵一下 我在旁邊想說 好奇怪喔 可是兩年後 我接收到他一封信 然後信中就說 大意我大概忘了 但我只記得一段話就是 我的名字從小到大等於壞 我的家裡頭的人 師長喊到我的名字就是 被打發散寄過就是半噸 沒有人跟他鼓掌 對 他說我從來沒有人 原來我一直都不覺得 我的名字跟好友站上邊 直到那一天 我只不過是撿了一個氣球渣渣 就能叫我在台上 接受不到60秒的掌聲 他那天回去開始戒煙戒酒戒賭國 我說還好我沒有對他當年怎麼樣 然後呢 兩年後 考上了桃園的武林高中 哇 武林很難耶 因為我不知道我是天龍國的人 所以我說武林高中是什麼 武林是第一志願 然後三年後 考上了台大法律系 我不是台大 對不起 後來之後到美國 台大法律也誤國啦